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己是人生物成甲子 他是在说这个八字生子成合化水局了吗 假如合化了以后 调后用神和格局用神怎么取 很多人在这上面打转 而我一再的跟各位强调一件事 五行派没有五行生克以外的任何说法 所以你不管说你有什么神煞、强弱、格局、三合、罪孕并临、福营、反营 这些全部五行派都不会管 一切只回归到命理的最基本 就是五行生克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八字 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天干为任谁生甲木去克己土 所以他的一个官赏是非常好的 而地支这边有一个四身合 所以他是成土克之水 所以你从这一边 你就可以知道 他的本命而言官很好 但是他却是破财的这种情况 所以这时候你要根据你想要问的这件事来逐一逐一的分析 你要问财运 你要问官运 根据你所问的 判大运 他进来以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例如他假如想要问官运 官运在于甲木 所以甲木不要出事情 基本上他的官运就会不错 我们来看天干 甲 甲几何 官运不行 乙 他就会变成什么 任谁生甲乙木克己土 甲木就会来克日主 反而会变日主收克 所以乙木不行 丙没有太大的问题 丁丁任何以后甲几又何 官运不行 物没有太大的问题 己甲几何官运不行 羹没有问题 心没有问题 人 鬼 这些都没问题 所以你就会知道 这是以官运为主 在天干他的一个状况 地支他有没有官 没有官 所以我们要看地支他出现官的时候 分别为乙 水生木克成土 变日主受克 不行 毛 可以 所以各位 你就会知道 这个以他的官运来讲 他的天干地支 可以用的 跟不能够用的 有哪些 所以从这一边 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是官运的一些喜用 财运呢 各位 那又更不一样了 为什么财运 他的天生的子水 是受伤的 这时候要让子水能够复活 是有哪些字 这些就留待 各位字型去分析 你会发现到 各个运 都有各个运的喜迹 而并非全部都是一样的 或者是全部都会不一样 会有某些字不一样 所以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你的运势 有的时候会 有些运会一起好 有些运 可能在同时间他会不好 或者是什么时间 哪个运特别好 哪个运特别差 因为每一个运他的喜迹用神是不一样的 所以一个字进来的时候 可能对财运好 对官运是很糟糕的 也有可能一个字进来了以后 对财运对官运全部都很糟糕的 所以自然而然 并不会有所谓的固定用神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